加州槍手大开杀戒 华裔老板英勇夺枪 盟视新年枪击案 右天一死者 民众在案发现场献花悼念 罗素韦德案50周年 旧金山组织声援反堕胎 旧金山荆州勇士队 于民众喜迎中国新年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加州 除夕之夜 一名枪手在美国加州行凶 造成至少十人死亡 十人受伤 当他在第二处行凶时 舞厅老板英勇地夺下了他的枪支 避免了更大的悲剧 这名夺枪人被视为英雄 周六除夕夜 一名枪手在美国加州蒙特利公园市 五星交际舞舞蹈交室开枪 造成至少十人死亡 十人受伤 随后他又持枪到附近的阿尔罕布拉市的 来来舞厅准备再次行凶 被见义勇为的华裔男子夺下了枪 避免了更大伤亡发生 布兰登表示当时他正在拦来舞厅 当时他害怕极了 在嫌犯离开之后 他马上报了警 那是他手上还拿着枪 当地警方表示十名遇难者是五名男性和五名女性 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 十名伤者中有七人周日仍然在医院治疗 受害者多为华裔 根据警方周日公布的消息 嫌犯是一名七十二岁的亚裔男子 陈有梗在与警察对峙中开枪自尽 当局正在调查嫌犯的作案动机 周日美国白宫降下半期盗念这次枪击事件的遇难者 新唐人记者上镜综合报道 除夕夜发生在蒙特里公园市的枪击案 至今已造成十一名受害者遇难身亡 周一一早 不少民众前往案发舞厅 送上一盆菊花 表达哀悼 除夕夜当晚 在南加小台北蒙特里公园市 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令社会震惊与悲痛 上周六晚十点半左右 蒙市的五星舞厅正在欢庆中国新年 七十二岁亚裔男性枪手闯入舞厅内开枪 造成至少二十人伤亡 枪手随后前往附近城市的另一个舞厅作案未果 便开车逃逸 于周日被警方发现自杀身亡 周一 警方在嫌犯住处搜查到一把308口径的步枪 和数百发308和9毫米口径的子弹 警方表示 嫌犯于1990年曾经非法持有枪支被捕 经过调查 枪击遇害者年龄都在50岁以上 周一上午 不少华人纷纷来到案发现场悼念 很心碎 很心碎 你知道吗 人命关天啊 这么不明不白的这样子过世 真的很难受耶 超级悲 像我说 这就是家的家 真的很难受 真是很悲惨 大家都很快乐地要迎接新年 可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的新年 留下了这么一个大的 好像疤痕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凶手的作案动机 但社区民众广泛认为 案发起因是嫌犯的家庭纠纷 没有 你并不想到他 其实我会叫他愚蠢 他会调整个人 但他并不是很出现的人 除了在跳舞桌上 这就是他人的 这个人是一个大舞蹈人 实际上 我妻子问我 为什么他不再来舞蹈 他不觉得他不太好 或者他不太好 他不过一段时间了 案发后 社区民众呼吁警方加强维护安全 不要再轻易提前释放囚犯 我认为警方做多少钱 周日 拜登总统也下令白宫等联邦大楼降半旗 悼念遇害民众 新道人电视台记者李嘉音 马善存 加州蒙特立公园市采访报道 在历史性堕胎案件罗素韦德案 裁决50周年前夕 为生命奔走组织于周六 在旧金山举行第19届年度游行 向民众普及堕胎的危害 周六 反堕胎组织西海案为生命奔走 在旧金山举办集会和游行 约有三万人参加 虽然旧金山人普遍支持多胎权 但他表示 在过去19年中 市府并没有区别对待这项反堕胎活动 不过 反堕胎组织者表示 加州州府已经在近期修改了堕胎法 ��분大医院今天公司 5 06同时 高务 Boy Giving 成为选择6达生命奔 常院acht新疾病选择3 Culturally there's been a lot of back and forth about what abortion is who's it for who can have it who can't have it and i think tragically people who look like me have been heavily disenfranchised and miseducated on the fact that we need to keep these facilities in our community however what it is is actually controlling the ethnic population in this country by continuing to allow these facilities to execute us if we could agree on when life begins or if we could just agree on the fact that the a woman's number one choice it has to be abortion it should be something else that should be the last case scenario if it even was an option 来自不同族裔不同社区和团体的民众组成三万人的游行队伍他们手取着祈祷结束堕胎等标语穿过旧金山市中心最终在内核码头广场结束游行新唐人电视台加州记者站采访报道 趁着中国新年到来 旧金山 荆州勇士队与上周末举办一连串的活动与民众同乐一起欢喜迎接兔年 来看详情 上周六为了迎接兔年 位于旧金山的荆州勇士队主办一系列活动 开放民众免费和兔子玩耍 制作祈福灯笼等 这道的气氛让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 高约五英尺 由当地艺术家设计的勇气兔兔 矗立在大通中心前的Thrive City广场深受民众喜爱 勇气兔兔坐在白云上 雕塑的色彩搭配正是金州勇士队的代表色 优有越南文化背景的游客 享受着充满中国风味的新年活动的同时 也介绍了越南人如何庆祝黄历新年 我们在祝福的猫年 然后看到我们在家的祝福中有一个节奏 所以我们决定要出现 在印尼文化文化中 我们吃的是中斗 什么叫做呢 根据报道 除了Thrive City广场 在2月9号前 有客都可以在旧金山的亚裔艺术博物馆 湖畔广场 中国城地铁站以及联合广场 分别看到一座兔兔雕塑 新唐人电视台加州记者站综合报道 上周六 正逢除夕当天 洛杉矶众多华人聚集在中领馆前 集体写明信片与贺卡 给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政治犯与良心犯 希望他们早日获得自由 在除夕之夜 洛杉矶部分华人来到中领馆前 会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政治犯写新年寄语 邮寄贺卡 那些政治犯其实特别了不起 在那种高压 在那种黑暗的环境下 还在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用自己的良知 用自己的善良 再去揭露真相 特别让人尊敬 特别让人敬佩 国内被封闭的一些外网的一些视频网站上 包括一些媒体上就看到了很多和国内是完全相反的 其实是和国内宣传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我就发现 我们是没有民主的 是没有权利的 前民主党主席秦永敏 还有王炳章博士 他们还都在监狱里边 想到这个心里就说不出来的什么滋味 还有被捕入狱的方斌 张展 高中律师 他们这些人真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表示 全世界都看到中共在疯狂践踏人权 因此他们坚持发声 为中国的人权尽一点绵薄之力 因为这个共产党它这个性质本身就是属于是邪恶的组织 所以你必须得反对它 这是作为一个我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 这是作为我的一个本分 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 我很有可能是在为我的家人在做 为我的朋友在做这件事情 在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也不敢发声 他们能够站出来 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 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 站出来要让国内的同胞知道 我们在关注着他们 我们站在他们后面给力发声 为了给国内的这些良心犯送上新年的祝福 当天 日本、韩国、英国等多地也同时举办活动 希望这些政治犯和良心犯早日与家人团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阳、董善存 洛杉矶采访报道 美国媒体周一披露 五角大楼正在酝酿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访问台湾一事 并计划最早在今年春天成行 来看报道 美国酒杯新闻网站周一报道 五角大楼正在酬化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访问台湾一事 报道称麦卡锡对台湾的访问最快会在今年春天成行 而由于事件的敏感性 美国军方正在制定计划 确保麦卡锡此行的安全 去年8月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对台湾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中共反应强烈随即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恫吓 包括举行多轮大规模环岛军事演习 麦卡锡当时就表示支持佩洛西访台 并说如果自己当选议长也会访问台湾 美国官员认为台湾受到中共袭击的威胁日益升高 两党为此一直推动拜登政府 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报道表示预计这次对于麦卡锡访台 拜登政府会更积极主动的参与 与此同时 为阻止中共对台湾可能的军事袭击 美国国会也增加了对台湾的安全援助 作为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严书综合报道 周日是皇历新年的第一天 南加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在圣盖博士公园 感恩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洪传大法使自己获益良多 新年一史南加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 周日齐聚在圣盖博士的文森特鲁果公园 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贺新年 正在就读大学的Linda从小就跟着父母修炼 幾年前 他开始认真思考人生的目标和意义 也更坚定了修炼的决心 修炼这个它虽然词听起来很悬 然后很遥不可及 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智慧 是人通过改变自己 然后去不断提升自己 自己的品行啊 然后不会消极啊 然后不会负面 然后也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而改变了 就是自己决定要怎么样做一个好人这个初衷 因为明白做人的准则 他能够度过生活 学业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难题 那我想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认清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时候 他会真心的想去往好的那边去靠拢 他就能够自己去约束自己 对于信任学员汤姆·亚诺维奇而言 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令他感受最深刻 我经常喝酒 我经常喝很多汤姆 但现在我没有想要 其他事情 我认为我的性格已经增加了 我有一些精神的解释 我感觉非常好 我感觉非常好 我希望我感到我的感恩 是偏头疼啊 已经就是很快的好了 还有呢 我对人生呢 找到了目标 最起码我知道怎么样去做人 怎么样去善待别人 我以前瞧不起别人 然后呢很高傲 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呢 我的心态变得很好 而且知道感恩别人 我会去修炼法轮大法 去理解别人 去掉了很多不好的习惯 改变了我的性格 面对纷乱的社会 法轮功学员们感恩 能以真善忍的修炼原则 从容对待一切 纷纷向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表达感激 洛杉矶大法弟子 公主十尊新年好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曰熙 王自毅洛杉矶采访报导 来关注中国疫情 1月23日是武汉封城三周年 市民们用鲜花 缅怀因中共病毒而去世的亲人 与此同时 大陆各地正在加紧生产火化炉 大年初一的武汉 大街小巷处摆满了菊花 这是中共当局 放开管控的首个中国新年 市民们纷纷用鲜花和祭品 悼念在疫情中死去的亲人 而三年前的今天 中共官方宣布封锁千万人口 大城市武汉 举世哗然 那个时候 人们对这种新型病毒 还知之甚少 但中共当局已经开始了 对披露真相的 独立记者的封杀 李泽华曾经在武汉记录百不停小区火葬场车站的所见所闻 最后他在探访病毒实验室前意外的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 在直播中被中共公安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带走 三年后的今天 李泽华第一次回到公众的事业之中 如今正在纽约求学的李泽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他离开中国之后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思考中国是什么 中国可以是什么 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 我们都没干什么 大家都没干什么 你就比如现在大家举张牌是怎么了 他们或者规则制定者你在怕什么呢 周六中共疾控中心公布 从1月3号到19号 全国累计在院染疫死亡12658例 此前的36天的死亡病例仅为6万例 根据中共数据 2020年全国有6619台火化炉 如果一周之内染疫死亡不到1.3万人 那么每台火化炉平均每周焚化不到两具尸体 这个数字对于正在目睹火葬场不堪重负的中国人来说 无疑是个笑话 我们这个线30多万 这一段就连农村连我们的单位里的 据说死了4000多人了 村子就死几次鸽 烧不完的排队 排一半个月 网传一间火葬场的知情人士披露 江西九江彭泽县一个月内死亡6117人 而往年的死亡不超过100人 死亡人数激增了60倍 当地殡葬者表示 现在连运遗体和火化都需要排队 而大陆的火化炉制造企业也在24小时加班赶工生产 根据一项不完全统计 自1月份以来 全国跟生产火化炉有关的公开招标项目至少有37个 其中一份招标公告显示 山东省杭泰公司在12月29号击败了8个竞争对手 负责为广州某个闭音馆供应8个火化炉 广东汕头市闭音馆更是在招标公告中明确要求 合同签订后3日内交货 10日内安装完成并点火交付使用 其需程度可见一般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表示 在海外的多家媒体已经发布三年疫情 死亡4亿人的消息之后 期间为止中共官方没有任何辩子 新唐人记者瑞丽 特别记者夏敦侯 纽约采访报道 周六是荷兰的国家郁金香日 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广场花园 变升成了20万株郁金香花海 参观者还可以免费采摘 荷兰国家郁金香日始于2012年 每年1月的第三个周六 郁金香季节正式展开 持续大约三个半月 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周六的庆祝活动已烟火表演开始 游客还可以从20万株郁金香花海中 免费领取郁金香 一天前进入 你看看这女人 她也很开心 这就是我们想的 这就是我们的育民 我们喜欢的 游客拿到郁金香后 专业种植者们还帮他们制作花树 传授种植技巧 这就是非常特别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有这么多棉花 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生产国 每年种植量达1.7到1.9亿株 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 李明迪综合报导 感谢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